另外还要来关心的是国民党的总统参选人侯友宜的竞选办公室 7月1号马上就要正式成立了 国民党党主席朱立伦在昨天提出了五大部门架构 有金小道支撑的前国安会秘书长金普聪也加入了团队 好 根据指出侯友宜昨天私下透露 金普聪主要是来负责空战的 陆战的部分则是希望前立法院长王金平 还有党主席朱立伦能够协助来做整合 王金平现在已经同意出任荣誉主委 并且表示只要能促成政党轮替 他愿意全力以赴 但是呢 如果说到2024的总统大选 我们继续还要来关心就是初选落败的郭台铭发了好语 说是要并购柯文哲跟民众党好搭配参选 好 但是呢 这个柯文哲立刻打脸吐槽了 他说郭台铭背弃力挺侯友宜的承诺 现在很难自圆其说 侯友宜拼选总统团队加速升级 不但国安会前秘书长心补充 两天前加入竞选团队 未来还要邀前总统马英九 跟党主席朱立伦当荣誉主委 大组黄金团队 面对柯文哲过去骂服帽 现在又说可以重启服帽 侯友宜大吐槽 别以为大家的记忆都会被抹去 蓝绝嘲讽柯文哲前后不一 昔日他反服帽的太阳花战友 也痛骂柯文哲根本是墙头草 柯文哲扯破脸 干脆撕掉太阳花假面具 当年只是为了要阻挡 所以来弄这个 不是表示你是一个阴险狡诈的政客吗 政治不需要这样 监督侨律的规范之下 开始这个服帽与后帽的后续协商 陆委会网站上面的资料 民进党你们要先出来讲 指责你们的陆委会资料是假的 记者会是假的 这不是就海涛法师讲的吗 我的眼睛夜上重 原来你民进党一切都是假的 柯文哲自让行情看账 但却传出郭台铭告诉王金平 他有把握郭柯佩可以并购柯文哲 柯文哲不留情直接打脸郭台铭 你说如果你初选没过 你要支持侯友宜 有图有真相都被人家录下来 现在怎么办 讲一大堆 你以前讲过这一句话 你现在要怎么转弯 这大问题 以前就话讲太满了 政治上还是有他的理想 在商场上 钱是唯一的考量因素 政治上不是啊 用并过来形容 天哪 一听大家就吓到了 郑总统大卫各自算盘打得金 谁没有政治诚信 别以为选民会忘记 记得张正敏离选 AZN小组台北新北报道 好 不过我们继续还要来看到 现在这个金浦葱呢 已经加入侯友宜的竞选团队了 对此前立委郭正亮就说 最重要的还是牵涉到候选人 还有团队的磨合 好 决策权力大到什么程度的问题 是不是所有的细节都会介入呢 另外还包含了 侯友宜是不是完全会配合 这些都还要在观察 至于时事评论 谢寒斌则认为 金浦葱加入 就代表说前总统马英九表态支持了 国民党传统的势力慢慢回归 当然对于侯友宜来说 是一定有加分效果的 只不过呢 金浦葱他其实个人风格很强烈 跟侯友宜团队 到底能不能够顺利磨合 能否驾驭改变侯友宜 这些都还有待观察 立委赖世保也说 金浦葱愿意出手 是因为看不下去 有些被提名的蓝银小鸡 看到侯友宜的民调落后 就想要跳船 他也认为金浦葱 对于党国存亡的危机 是很有使命感的 好 但是呢 时事评论员黄阳明 他也点出了 金浦葱其实对于选战的操盘 至少魁为十年之久了 现在如何在传统跟新媒体之间操作 将会是金浦葱的最大挑战 他确实是一个国民党里面 对选战的文宣战法 是最熟悉的一位 这个幕僚出身的 在马英九不选举之后呢 他基本上就比较是 有点像是退隐三菱 然后比较不管这个世间的事情 只有在一些这个 比如说有些马家军啊 出来选举啊 或怎么样的时候 他会出来曝光一下 但是从操就业 就是在这个选举的工作上面操盘 目前他这一次可能是他这个 魁为至少已经十年以上了 对因为上一次应该是2012了 那魁为十年以后呢 他再出来 有没有办法像过去 你要知道第一个是 他打的叫文宣战法 如果今天金浦葱 他的优点是在这一块 舆论战文宣战 他的时代 他的黄金时代 从1998到2012这一段旗角 网路跟电视媒体 跟这个传统媒体 就是说传统媒体 跟新兴媒体的这个模式 跟现在是不是能够相提并论 这是第一个问题 这也是我想到的 对这是金浦葱 第一个面临的考验 就他进入这个团队 他可以给很多的建议 但是这些建议 用十年前的经验 来套用现在有没有效 这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就是侯友宜 有没有办法像马英九对待金浦葱 一样那么的信任 这是第二个问题 因为也许侯友宜自己身边 也有他认为的金浦葱 就是侯团队本来就有 他觉得 这个人这个脑袋又好 然后又聪明又怎么样 然后呢 可以帮我这个操盘 也许本来就有这样的人 所以里面的磨合 对 里面会有一番磨合 因为一定也会有人说 哎呦 这个金浦葱搞不好 这个小刀 你要讲宝刀未老 他可能是小刀未老 但是但是有可能他小刀即使未老 但是也不见得有杀伤力了 现在为什么 因为整个国民党的情势 跟十年前不太一样了 而且侯友宜现在是在最 等于说最劣势的时候 请出金小刀 所以很多人就会放大来看 说哎 接下来金小刀会有什么战法 民众党当主席 也就是这个柯文哲 他透露 已经有针对联合政府团队的 各个首长人选在做研究 包括他已经想好 到底要找谁来担任行政院长了 好对此 美丽岛电子报董事长吴子佳说 柯文哲一定要有组织盘 因此他必须要有实质的蓝白合作 才能够经营这个政府 所以他说 这个行政院长的人选 一定是国民党人 柯文哲是没有能力 派出行政院长的 因为没有立法院的支持 行政院长到底要怎么做呢 行政院跟立法院 如果柯文哲真的当总统的话 必然会控制在国民党的手中